在那里发那个小绿车的那个视频 给他们说我现在下班了 装最后一车的时候 给大家来一个78个油门的吧 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 然后的话再看一看这个速度 快和慢的话完全是因为油门的原因 然后就是好多人在那里当一个 说我慢了那样子 因为我是做台班的 从早上装到晚上都不会填 没有必要装那么快 因为转那么快的话 油门加到也太费油了 如果说是机车速到油门肯定是很大的 对不对 好多人在评论区评论岛 我都不敢去看 看了也不敢回 因为他们也是老师傅 只要我一个人是学员嘛 对吧 我承认我自己不是很优秀 技术也不行 从15岁到现在23岁了嘛 一直都在还在挖机 看到这个样子吧 也确实比较失败啊 我虚心介入大家的建议啊 虚心介入大家的建议 然后我只能这样子说 大家都是同行 都知道同行的辛苦 真的没有必要在那里说 你行或者说我不行 都是出来干活求生活的 为了挣他一点点 月薪是吧 我只求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老板能够准时把那个 公司发给我 发到我的账上就行了 这就是我出来干活的目的 并不是说为了在那里和你们比一个 争一个 你快我慢 或者说我快你慢 没有必要子 没有必要那样子去做 没有必要那样子去比较吧 对 我不会说话 说来的话也不会去得罪别人 不忘初心 做好自己 就好了 对吧 下班了 手上的老简可以看一下 123都快要破了手动